其实自己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很美过 然后只是可能模特这个职业让我就是看了很多 然后也就是被塑造过很多各种各样的样子 那我觉得美它是在每一个年纪每个状态都会不一样的呈现 我觉得自己的化妆跟妇妇技巧可能随着自己的年纪慢慢增长 确实也有一定的增长 因为也是跟很多很优秀的化妆师然后造型师合作 然后从他们身上吸收到了很多关于妇妇啊 怎么如何保养啊的一些小窍门 我每天下班之后的妇妇程序就是卸妆 然后给皮肤做清洁 然后敷晒面膜 点上一个香菌蜡烛看一本自己喜欢的书 基本上其实就是快速卸妆 但是一定要做到非常的细致 因为不让自己的每一个毛孔 就是可能会遗留下来这样采妆 那其实工作相对于会妆法比较复杂 那生活当中我就喜欢简单随意 其实我非常喜欢那种自然而然 看起来化了妆像没化妆 然后做了头发像没有做了我头发的感觉 第一大美容秘诀就是多喝水早休息 有空一定要去健身房健身锻炼 因为好的一个心情也会让皮肤变得更加好 我觉得第一条美容守则也是自己现在希望能够坚持的 就是越简单越好 我心目中的偶像一直是我的母亲 我从妈妈那里得到最好的一条美容建议就是要早休息 多喝水多吃水果 然后加强就是身体的运动 我相信这也是妈妈希望自己的孩子就是能够变得健康 应该我都喜欢吧 就像人家问模特你到底喜欢走台还是拍照一样 面部其实我们都说底妆非常重要 是因为你有个很好的皮肤状态 它才能上底妆然后才能去化妆 那身体也是一样 身体有些时候很疲惫的时候没有时间去做运动 那只能请就是按摩被动的运动 它也会让你的身体的线条会变得相对于比较好 我自己最擅长的做头发 估计就是扎马尾 盘丸子头 然后还有就是披着 化妆的话可能就是一点点的唇膏 那也是因为感谢自己做了这么多年的模特 跟很多很优秀的发型师啊 化妆师学到了很多他们的一些小技巧 那自己也有运用到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 如果爱笑是一种产品的话 我觉得它是我必不可少的一样东西 那还有就是手表 然后我是一个对时间管理相对于还是比较严苛的一个女生 所以我的日常生活当中 手表是必不可少的一样时尚单品 那还有就是有个漂亮有气色的唇膏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喜欢深色系的唇膏 然后还有就是我喜欢唇膏去layering的方式 可以改变这个唇色本来的这个色 就很像我们有些时候就是把衣服的叠搭方式一样 自我保养对于我来说意味着就是放轻松 用隐约的心情 就是最好的精神状态去迎接每一天 我觉得自己开心快乐 就是有笑容的时候就是最美丽的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